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教九流 三教就是指的是儒家 道家跟佛家 这个教不是宗教的教 是教化的教 所以我们苏语老说三教九流 实际在汉书一文志里头就已经这么说到了 那么儒家 道家是中国的 我们谈起儒家就是想起孔子 孟子 圣人跟亚圣 道家呢就是老子和庄子 世家指的就是释迦摩尼 怎么会一个外来的宗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三个大主流 这几个原因呢 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先有儒家跟道家的好根基 所以佛教进入中国以后 非常容易的就被我们接受了 好比我们接受的不是他的宗教 而是他的宗理 儒家我们说 摇一人也 顺一人也 我也是人呢 他可以成为摇顺 为什么我不可以成为摇顺呢 佛家说 在佛家里头 释迦摩尼 他不 他最 我们学佛一定要注意这个 就是释迦摩尼他认为 我们人生没有主宰 这跟其他的宗教完全不同 没有一个说是有主宰 主宰我们的生死 没有 即没有主宰主宰我们的生死 也没有个主宰主宰我们的祸福 一切都是因缘所造 同时呢 释迦摩尼根本就说 人人皆有佛性 不但人人皆有佛性 连众生都有佛性 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佛 这跟其他宗教完全不同 其他的宗教呢 就是我是主 那么你只是我的 你只要按照我的光 祈求我 信我 你就可以得救了 佛家不这么说 所以这一些思想 非常适合 这个中国人 的本来的思想 所以很快就被接受 而且接受的呢 不是小乘的 还是大乘的 大乘的佛法 那么 道家老庄 他的论说呢 他就深入到人心 好比说 道家最愿意谈的 谈的最多的 就谈的有跟无 所以我们老子 我们将来讲道德经 道德经这八十一章里头 头一篇就谈有跟无的道理 这个有跟无的道理呢 老子主张无为 这个无 非常容易被 让这个佛家的真空 进入 我们能接受它 这个有的道理呢 可以说是大称的 妙有 所以佛家的真空妙有 正适合于老子的无跟有 那么 就是说 儒家跟道家 奠定了 可以说 佛家传入中国 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这个基础呢 使我们很容易的 就接受了 这个佛家的 这个理论 我们知道 从汉末以后 未进南北朝 几乎是 可以说这个 天下大乱 乱得不得了 我们都读过 三国演义 是吧 知道 在汉末的时候 三国纷纷的战争 后来 魏取代了汉 然后晋取代了魏 晋没有多久时候 于是就变成南北朝 在这么纷扰的阶段中间 虽然 汉武帝 他是说 独尊如树 另于一尊 把诸子百家都罢黜 可是呢 等到这天下大乱以后 儒家所讲的人 讲的义 别人 就是乱成这样子了 这个国家社会 贪污到这个地步 没有什么仁义可讲了 于是人就开始 想想 活着为什么 那么 死了以后会是怎么样 人生的目的倒是怎么样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所以汉朝末年 老庄的学说 非常长盛 老庄的学说 很长盛 这时候呢 把这个 有无的道理 发表了以后 所以我们说叫 谈旋说法 那时候呢 就说这些名士们呢 就说 都是整天谈的 就是谈旋 等到要国家乱了呢 于是就一死 保君王 平日 袖手 就是谈道 谈旋 那么等到 佛家一来了 把这个生死的问题 人生的究竟 一说出来的话 这一传进来 立刻 就觉得道家还不究竟 可是呢 佛家刚传进来的时候呢 是这一些通儒 就是说 儒家道家的大学问家 经由他们介绍 经由他们接受 所以我们很幸运的 就是佛经的翻译 是那些大有学问的翻译 所以我们现在读佛经 发现很难懂 简直就跟读国文一样 为什么 是这一些有学问的人 翻译出来的 他们翻译的话呢 于是就使这个经书 一定达到信 答 而且雅 这个翻译的三个标准 同时呢 佛家用很多的名词 都是引用道家的 为什么这样 就是因为 介绍佛家的东西 都主要是道家的 中国人呢 我们应该知道 这个纵的传承 我们的祖先给了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什么 给我们留下什么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和了中国的 这个本来的这文化 混合成 中国一个特别的佛法 这个中国特别的佛法呢 传下来 我们可以说 从 魏晋南北朝 一直到隋唐 八百年间 没有其他的文化 没有其他的思想 所以 很多写哲学史的人 假如他不懂佛法的话 他没法写下半部的 中国佛教思想 中国哲学思想史 因为 这个八百年间 几乎全是佛教的思想 大乘的八大宗 就在这时候成立的 当我们 被西方的文化 传进来以后 我们 目前 可以说 这一百五十年间 从这个鸦片战争 到现在 是另外一个新的东西 传到中国 于是呢 又在这开始融合 在这个 影响我们很深的 就所谓西化这件事情 而事实上呢 我们现在 所接收的西方的 可以说西方的 文化的皮毛 我们并不太 能够融合贯通 真正西方的思想 那么 这个世界啊 很妙的是怎么样呢 我们假设说 把西方的思想 把中国的三大文化主流 这个 这些融合在一起的话 这个四位圣人呢 孔子 老子 释迦摩尼 跟苏格拉底 他们四个人呢 几乎是 在五十年间之间 就是两千五百 五十年之间 出生的 假设我们要谈命啊 谈运啊 这个整个地球上 也有他的命 跟他的运 这四位圣者呀 就在这五十年间出生 这是很特别的事情 那么 我们 为什么 对于 现在的西方文化 的冲击 我们 还在 慢慢的 组交中 因为我们还没看到 他的真正的根底 可是呢 中国人有一个好处 中国人呢 什么都能接受 他把人家好的东西 接受了以后 融坏了 贯通了 变成自己的 就跟我们融合 其他的民族的文化一样 你看 在中国 昨天报纸上 也说起来啊 犹太人 中国 在中国从前 有犹太村 你现在到中国去找 哪个是犹太人 很难找得到 那么 我们现在除了旗袍以外 我们上哪儿去找 满洲人 我们不只是把 所谓的啊 东一 西融 南满 北敌 当时都算外国 我们全都 都变成中华的了 而我们呢 之所以能够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江海 不择细流 故能成其大 你这个大江大海 整天排斥说 这个小水太小了 我不要 那个小河太脏了 我不要 你就不能成为大江 你说大海 没有一个不接受 多脏的河 多小的小溪 它都接受 所以说江海 不择细流 故能成其大 那么 我们 佛法 许多人对它误会 以为说佛法 就是剃了头 离开家 出家 出家了 所以很多人问 假设人人都信佛了 我们不是种族都要灭了吗 因为中国人最要紧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最大最大的不孝 就是你没有给你的儿 父母 生个一 不只是女儿啊 要生个男孩 继承这个性 这才是真正的孝顺 事实上呢 我们 不 这个东西 现在佛家来说 你只要一子成佛呀 九祖生天 这个才是真是大笑呢 同时呢 我们了解了 佛 不是出世的 佛法是非常非常入世的 好比我们说到 菩萨 这个字 这个字是什么 就是 菩提萨多的简称 就跟我们 把 America 就简称美 England 简称因 中国人都把它缩短 那么 佛家这个 菩提萨多 就把 后头两个字去掉 就变成菩萨 菩提是上求佛法 萨多是下度众生 所以 这样子下来的话 于是 我们 觉得 菩萨 这个 是用入世的精神 这个华世 庄严 现 世间像 不是做出世的像 那么 同时呢 这个东西 再加上这些菩萨 每一个菩萨 代表一个 一个意义 观世音 代表大慈大悲 大师智 代表大智大利 文除 代表智慧 普贤 代表行愿 所以这也是我们 为什么 我们文贤 书愿 起文贤 这两字 文是文除 贤是普贤 你不但要有智慧 而且你要行愿 这就是菩萨 这就是菩萨行 菩萨就是 上求佛法 觉悟的法 下度众生 就是行愿 所以 能够这样子的话 那么像 地藏王菩萨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那么 释迦摩 观世音菩萨 的天处体型 天处意 那么这一些东西呢 跟我们固有的文化 都非常的合适 因为 好比说 像中国的范仲淹 我们这个 这是文章不必说了 范仲淹的文章 甚至于他的诗词 都非常的好 但是 这一个文体 文人 他不但观作的很高 同时 他很有名的两句话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一个 就是菩萨的心 是不是 所以 我们 很容易就 对于佛家的这种 大慈大悲 大情愿 很容易就接受了 同时呢 我们 要学佛 要 记得 佛的 基本的两个大主张 就是无主宰 非自然 没有主宰 佛家没有说 我是一个 定于 一个 就是这一个 你只要求我就成了 不可 不会的 没有主宰 一切 都是因缘 合合而成 也不是自然 说我自然而然的 就变成我这样子 你自然而然的 就变成 不是的 连我们的相貌 在我们的生的环境 在我们的遭遇 一切 都是因果 所以 这个 在这样的话呢 我们知道 自作 自受 而且要自己来承担 你没有人可求的 那么 当你没人可求的时候呢 你必须自己来负责任 这个很痛苦 我们假设把什么东西 交给玉皇大帝 交给神 交给马祖 这很简单 我们可以很生事 假设说 让我们自己成当 于是 佛家是告诉我们 你不是要知道 前因后果吗 很简单 预知过去因 现在受则是 但是这样的话 就像宿命论了 这又不对了 那么这样的话 宿命论的话 我们就认命了 他不是 预知未来果 现在作者是 你要知道 未来什么结果吗 你现在做什么 将来就有什么结果 所以 在这样子 于是我们说 原物造化功啊 群生自造化 我们常常说 这是你的造化 这是你的造化 我们总以为 有一个人 会在那儿造化 给我们 使我们造 造我们 然后化我们 然后使我们 有幸运的 不幸运的 但是 在佛家说 没有造化的功 是我们自造 自化 所以 所以这一些东西 都是要让我们 自立 自主 不被任何人 驱使 我们的 祸 福 都不是别人 给我们的 我们受的奖赏 受的惩罚 也不是有个主宰 在那主持 所以 我们 这一些 祸福 无门 为人 自招 这是中国人的 说法 佛教传来了以后 因果跟因缘 深深的契入 非常的合适 所以我们 才知道 这一些 东西 真正 一拍 即合 所以佛教 进入中国了以后 很容易很容易的 就被中国人接受了 释迦摩尼 是什么样的人呢 你们 这个 知道印度 北京 尼泊尔 大概有很多人去过 尼泊尔 现在这个国家呢 是个印度教的国家 就是 现在这个叫 卡萨曼斗 是吧 翻成中文是什么 就是尼泊尔的首都 这个呢 就是佛 释迦摩尼的 原来的地 国家所在的地方 释迦摩尼出生呢 是离这个 卡萨曼斗 大概 现在坐汽车 要有一个半钟头 到两个钟头的路程 叫做 Landini的 这个地方 他出生在那里的 在印度 有个很特别的习惯 就是说 这个 假设要生小孩了 不能在佛家 夫家生 必须回到母家去生 所以释迦摩尼的母亲 就是要 要临到快生产的时候了 于是从 他的夫家的国都 回到他母亲的家 那么就在 Landini这个地方 据说 他手攀 一个仙的花 释迦摩尼 是四月初八生的 你说正是百花 正开 这么一攀 这个花 生出来了 其实就有很多的传说 说释迦摩尼啊 不是像一般人一样 从 女人的子宫生出来的 也就是说 阴道生出来的 是从他的 左边这个 穴下生出来的 这可能吗 这不大可能的事情啊 我们这生理 不可能变成这样 所以呢 据说释迦摩尼 生出来了以后呢 走了七步 步步连花 然后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假如我们了解佛法的话呢 你不要说他 生下来就可以 七步连花 这些都不要相信 但是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这个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我 不是这个小的我 而是那个大的我 那么 这孩子生下来了 他的妈妈 十天就死掉了 那么 老王 姓范王 差不多是 中年 才得了这个儿子 宝贝的不得了 于是 抱回了宫 就找一个仙人 来给他看看相 就跟我们 中国人 孩子生下来 头一件事怎么样 把他的靶子 拿去算算命 那个呢 是请得到的高人 来看看相 他一看释迦摩尼 他说不得了 这个太子啊 将来啊 会成为万王之王 我们也知道 耶稣之所以被 钉上十字架 因为也是有人说他 他将来会成为 king of the kings 这就糟了 这就是万王之王 那么 他说 假设他不成为 万王之王的话呢 他会成为 一个大的 伟大宗教的教主 他的父亲一听 哎呦 可不能做宗教的教主 这宗宗教的教主 他叫出家了 这个不好 所以他给他 非常严格的教育 传统的 波罗门教的教育 所以据说 释迦摩尼 年轻的时候啊 这个 所有的 这个学科的东西 都非常的好 都学好了 同时呢 武功也很好 说他会拉很强的功 多少斤的功 从前古人 拉功的话 都讲究说 多少斤的功 同时呢 长得相貌 堂堂 非常漂亮 个子非常的高 那么 一了人才 又是给他 娶了三个太太 都是 其他的国家的 这些 公主们 同时 给他 盖了三个功 东功 下功 普通住的功 人生 人生到这个 真是说 还要求什么呢 同时呢 国王牢记着他 要成为一个宗教的教主 所以宫里的人 绝对不准有老的 病的 死的 让他看见 可是呢 在印度呢 他们也有这个习惯 就是到某一段时候呢 这个 国王就跟我们 中国一样的啊 这个天子啊 要行春耕礼 就是到 到郊外啊 去来这个 举行这么一个 很简单的仪式 就是耕种 那么他就看到田里头啊 这个 挖出来了 这小的蚯蚓 这个鸟 立刻飞过来 就把它吃掉了 然后他看到 这个农夫啊 种田呢 这个 你想想 那个印度多热啊 这个汗流加倍 自己跟牛马一样的 在那种田 他就心里头很难过 他觉得 这真是弱辱强食 你这个小虫 吃这鸟 然后猎人 再拿弓箭 打这个小鸟 那么 这一些东西就 谁有力量 谁就可以杀害别人 同时呢 他感觉 这个生活真不容易 他非常的悲悯 但是 他的父亲 对于他 非常的防范 怕他走掉 等到他 到 这个 有人说是19岁 有人说是29岁 那么慢慢的 好像 他的父王 看他的情绪 慢慢稳定了 同时 他的儿子 生了一个儿子 于是呢 就把他放松一点 不是管那么严了 这时候 他可以带着人呢 出去到外面去走走 于是 他出了 黄城的门 看到一个人 头发苍白 弯着腰 奇怪 这人怎么变成这样了 于是 他的随从说 这很简单的 这是老人 什么叫老人 他说人都会老的 人到了一定岁数就老了 那我将来会老 那当然了 我们都会老的 他就闷闷不落 你知道我们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虽然看见老人了 我们总觉得 我自己不会老的 我们觉得老 离我还很远很远 然后他又看到 一个人在那哼啊 嗨啊 疼得不得了 他说这个人怎么了 他说这个人生病了 他说什么叫病啊 他说病 人吃五穀杂粮 总要生病的 有这个风啊 这个天气啊 种种的变化 都要生病的 那我也会生病吗 他说这是保不齐的 没有人不成病的 最后 他看到一些人 抬着一个白的架子 这个架子 上面躺着一个人 这个人被盖住 许多追随的人 都在那哭 他说 这个人为什么 把他的脸盖上 为什么这些人哭 哦 这个人死了 啊 什么叫死啊 他说有生就得有死 那么他的亲属 看到他 就是 就要把他火化了 烧掉了 埋掉了 他从此就不在人间 他经过了这一些以后 回到宫里 他就闷闷不乐 什么都没有心声 于是 他的父王知道了 没想到 最后他还是这样 于是就送了 再送一批美女 弹音乐 跳舞 让他 高兴 他对这些美女们 完全没有心思 等到 天黑了 这些舞女 歌女 就在那个大殿上 在印度 因为太热了 差不多都是通风的 于是就抱着乐器的 很困很狠都睡着了 这一睡着了以后呢 你这人的睡相啊 很难看 小孩子的睡相很美 我们看小孩 甜甜蜜蜜的睡了 真是可爱 人越老 睡相越难看 他们曾经 有人说 你假设胆子大的话 你在晚上 看个几十人睡觉 你会发疯的 很可怕的 所以他一看到这些人 白天 那么装模作样 又美 又活泼 又跳 又唱 等到到了晚上 跟死人一样 这么睡下来 这么难看 他就想起 人死了以后的情形 所以他自己 非常的难过 就是说 人为什么生 生了以后 为什么要老 为什么会死 这个道理 我怎么能够 把它知道呢 于是他说 现在这一切东西 目前他所享受 这一些繁华 都不值得留恋 于是他就把他的马夫 叫来 骑了马 就出城了 过了河以后 他就把头发解下来 用他的配件 把头发剪掉 把身上的珠宝 全都脱下来 说你回去 请你告诉我的父王 我要不能够了脱生死 我不会再回来 这个马夫吓坏了 跪在地上 求他 不可以 我怎么交代了 他说 你说把这些东西拿回去 交给我父王 表示我的决心 连我的头发 于是自己就走了 走了呢 他就想着 那时候修行的 就是苦行灵 这些苦行灵 怎么修行呢 说我们为什么 活得这么痛苦呢 是因为我们太想 所以呢 可以使自己不痛苦的方法 就是苦行 这些苦行呢 有人就把头发 掉在树枝上头 于是呢 你永远得这么掉在那儿 有人呢 把自己呢 一半埋在灰里面 或者有人呢 就是不穿衣服啊 他们这叫裸形外造 那么就根本就是 在那儿的 很小的一块东西 把身体围着 有些人就饿自己 不吃东西 释迦摩尼在那修了几天 他说我们为了脱苦 而来修苦行 这样误不了道 所以 他离开了苦行灵 然后呢 就参访当时印度的各种不同的宗派 我们知道 印度 这一个国家 不是印度 现在的印 就是印度人呢 不是印度的土著 在这个世界上 很妙的 这个所谓宗教 两大派宗教 一个 传入中国的 佛教 留在印度的印度教 还有呢 我们说 从犹太教 天主教 基督教 回教 莫门教 这是一个支派 这一个支子 跟这一个印度教 波罗门教 佛教 这两个大派啊 都从哪里来的 都从双子河流域的 亚历安人出来的 所以这亚历安人真了不起啊 他们很早就有所谓 蝎形文字 有点近乎相片 像一个蝎子一样 这个蝎子 蝎子就是钉木头 我们不用钉子的话 你就切进一个东西 木头旁一个气子 他的蚊子都是蝎形的蚊子 那么 他这个呢 从双子河流域啊 我们读外国历史地理都是 优法拉底 底格里斯 这个就是现在叙利亚的地方 一支万西走 就在红海这个地方 四海这个地方 停下来了 就是犹太教 另外一个呢 万东南走 走到印度 完了以后 这一块地方很好 就拘留下来了 然后慢慢的就把当地的人 整个给征服了 当地的人呢 是小黑人 很矮很黑 但是他们已经有文化了 这个文化呢 也就是停留在咒语的地方 那么他们这一支走过来呢 他们就说是这个大凡天 这个大凡天呢 这个大凡天呢 很近似这个西方的所谓的上帝 他说是大凡天闯造一切 于是他们就有这所谓四会陀 怎么样祭祀 怎么样慢慢慢慢的演变 所以在释迦摩尼出生的时候 这时候这个 所谓的这个教门 波罗门教 那么他有四个种性 就说是管文化的 管宗教的 这一个种性 分成Forecast 这一个种性的最高 所以叫波罗门 这个波罗门呢 他是世代相传的 父亲 祖传父 父传子 子传孙 这么说 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死了以后 下一辈子还做波罗门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沙比利 这个沙比利种族呢 就是武士啊 国王啊 官啊 这些东西 然后呢 再有就是平邻 这个平邻呢 做这个农耕啊 贸易啊 这些东西 把当地的小黑人呢 贬入第四等阶级 这第四等阶级呢 然后再底下呢 就像屠夫啊 这些 料理死人啊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 在印度是不可助击的人物 这些untouchable 不能碰的 他连你的影子都不能踩 所以释迦摩尼 生在这么样一个社会 这么一个国度 但是文化相当的高 那时候 所谓 不但有四汇陀啊 他的这个奥义书 森林书 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而且这个六师外道啊 有些外道 你读他的东西啊 真是跟佛教都差不多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啊 在那研究印度的各宗派 他说这个比佛教还要高明 事实上呢 都是六师外道 传下来的 释迦摩尼在这样一个环境 生下来 他看到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 于是他就把这一个六师外道 每一个都去参访了 最后参访的 我们就所谓的 飞响 飞飞响的仙人 这个飞响 飞飞响呢 这是色界 无色界的最高的 无色界里空无边处定 事无边处定 无所有处定 然后飞响飞飞响定 这是无色界最高的阶级 但是释迦摩尼 不能跟他们学了很久 结果都不能够达到他所要求的 怎么样了生脱子 认为都不对 所以他最后他自己所谓之飞便舌 立刻就离开 离开了以后 没有老师可以传他了 于是自己就到大雪山 到大雪山去学到 那么他每一天据说只吃一麻一素 那么说他饿得怎么样了 这个乐条骨都露出来了 这个前胸啊 几乎要跟后背要贴在一起了 在他的座下呀 鸟窝都搭出来了 他这样休了六年 这时候他就想想 我现在参访了这么多的仙人 我自己修行了这么多年 我跟我离开皇宫的时候 我的思想怎么样 没进步 糟糕 又浪费了这么多年 于是认为 这个不是修行之道 就下来了 下来了 自己这一身 你想想会多脏 就走到那个河 现在这个河 我们去到印度朝圣的话 这也是个胜利 你连河走下河水 自己把自己整个洗干净 但是洗完了以后呢 连上岸呢 都没有力气了 攀着树枝子 勉勉强强爬上岸 饿呀 饿得不得了 这时候有一个牧羊女 就献给他乳酪 他把乳酪一吃 整个精力恢复 这时候他才说 啊 对 修行 专门苦行不成的 于是 他就 走到一棵树底下 这个树底下呢 原来也有修行人在那打坐的 但是这个坐地呢 已经不是太软了 正好呢 有这个 有人呢 弄弄的草 他就跟人家要了一点草 重新扑上来 就在树底下 打坐 现在呀 我是身心都非常舒坦 我坐在这个座上 假如 我不舞蹈 我不再起来了 他就坐下来 这一座坐了49天 有一天 天黎明的时候 看到那个大新星 这个新星啊 这大概是七明星 堵明星而舞蹈 看到这个明星 大彻大舞 立刻六通俱足 当他大彻大悟 六通俱足的话 就是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通 神足通 然后 圆绝通 这叫真正的神通 假设你只有天眼天耳 他心 宿命 神足 这个舞通的话 嗯 这不算什么 所以我们有一点点小的神通 我们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 你知道 狐狸 黄鼠狼 都可以有这个舞通 所以我们在江南啊 常常有舞通 妙 供的就是这些 我们人死了以后 我们也有舞通 你知道鬼魂呢 比我们零个小子多 他想到哪 他一念一动 他就到了 我们心里想什么 鬼魂都知道 所以一个人死了 可千万不要再骂他啊 他完全知道 清清楚楚的 所以你必须要得到第六通 圆绝通 就是说你完全大彻大悟了 圆满的绝悟了 这样的话六通俱足 他六通俱足以后 他一看 他说了一句话 亦在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他说真奇怪啊 哦这些众生 众生不只是我们呢 连个小蚂蚁小苍蝇 都具有如来的智慧 跟如来的得相 外形跟内心 跟佛没有两样 只因妄想执着 起妄想 妄想有了 还要执着自以为是 不能证得 所以没有证到 我所证得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呢 这是 释迦摩尼武道 我给诸位可以 说一个故事 我们这个密宗里头 有一位大德 这位大德呢 修行啊 苦行啊 修得 苦得不得了 他的师父啊 治他呀 简直整治他 整治的不得了 他师父 给他 当他独自去修的时候 他自己到山上去 也不吃饭 衣服啊 都烂得 不能够避体了 结果他的妹妹 把他找到了 一看 说这么哥哥 你这么苦啊 修这么苦啊 于是呢 就给他弄吃的 给他吃 他一吃了东西啊 因为他已经修行了 好多年了 这一吃完了东西 体力一充沛啊 人飞起来了 飞到半空中 自己想尽办法 想下来 下不来 突然间想到 师父临走的时候 跟他 他告别师父 师父给他一个锦囊 我们都知道 这常常都是在小说里头 给一个锦囊 妙计 就是在不得已 你没法解决的时候 赶紧打开看 他用尽了各种神通 下不来 想师父这 就把这锦囊啊 打开 你看里头写的什么 此事最需好饮食 这件事情啊 最需要的是好饮食 要吃的好一点 这谁呢 就是尼勒日巴的故事 所以释迦摩尼 接受了 这一个牧羊女的乳酪 她才能够在菩提树下 做四十九天 做四十九天 然后读明星而舞蹈 所以我们说 这个事情真的需要好饮食 但是不是大肉 大酒大肉的事 只是说 你不能够把自己弄得非常苦 所以佛家并不主任人家苦行 我们好比说 现在为什么 中国人 出家人吃素 这个在外国 佛教的国家并不吃素 因为气食 外国是脱博气食 你不能跟人家说 你要给我饭吃 你都得给我拿素锅 炒素菜 这不可能的 所以人家给什么 我就得吃什么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过午不时 因为出波 气食 你刚刚吃完早点 你待会儿又脱博 又要跟人吃早饭 午饭 然后又脱博 还有晚饭 这个很麻烦的 人家哪这么多供应呢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 在这个许多的国家 那么他只是气食一次 因为这是释迦摩尼定的 释迦摩尼总是在早上 都弄干干干净净了 然后带着弟子去脱博气食 可是呢 中国呢 就不成了 所以我们将来讲到 这个八大宗到了中国以后 佛教怎么改了 为什么改那么多 在佛教里头也是 他有他的真正的圣体 不能够改的 可是呢 他也有 可以从全改的 所以全变 可以 因时代 因地点而不同 这时候 释迦摩尼悟了 到了以后了 各位还记得吧 他离开家的时候 跟他父亲怎么说 我不能够了 生死 我不回来 这时候 他头去就想到生死 人为什么老 为什么死 我们要没生 根本就不会老死嘛 是不是 你必须生了嘛 所以生了才能有老死 你为什么生了 这个都 讲义上都有吧 是不是 你为什么生啊 我有了 有了我这个人 就是表示我生了 我们有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有呢 因为我娶啊 我不娶这一个 这个就不为我 这个就不为我所有嘛 是我自己娶的 我为什么要娶他 因为我爱呀 我要不爱 我不会 我不会要一个 我不爱的东西 我一定是爱 我才会要的 那么你为什么会爱呀 因为我有感受啊 我眼睛看着喜欢 耳朵听着舒服 好比说这个有冷气 身上的感受很好 香味很好 用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我能够感受 这个感受是接住而来的呀 那么于是你用什么呢 用你的六根 这个六根为什么叫六路呢 你看看每一样东西 我们看到花 这个花从我们眼睛里了 进来 是不是 我们听到声音 声音进入到耳朵 这个冷气 感觉到这 香味 滋味 都是进到我们身体来 同时 别人的意见 古圣先贤的一些思想 进入到我们的思想 变成我们的意识 所以眼耳鼻舌身意 这个六样东西 我们称它为六路 也就叫做六根 而这个六路 你分开了的话呢 就是眼耳鼻舌身 这五样东西 都可以摸得到 见得到 是物质的 所以我们称它为色 意呢 这个意识呢 你也摸不着 你也看不到 所以我们称它为明 这是这个物质的 跟精神的 合成来 变成我们的六路 这一个 我们怎么管它叫做明 叫它色 为什么要叫它眼 耳鼻舌身 然后跟意 这么分开来 这是因为 我们有一个是的作用 这个是呢 就是分别 怎么会分别的呢 因为我们想要分别它 这个就是 我们想要做这东西 你必须是行 你这开始一行 从怎么来开始的 无名 就好像我们这个 文贤书院 我跟我的这些朋友们 无名一动 开始实行 租房子 买家具 油漆 粉刷 装这些东西 开始行 于是无名 一动 就开始行 行了以后呢 就说 我们要找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必须可以停一百辆车 小的地方还不成 于是我们必须有讲材 必须有扩音机 必须有明亮电光 这些必须有这个有那个 这就是意识吧 分别的意识 这个事一来的话呢 于是我们说 我们不但有硬体要好 而且我们的软体还要好 于是呢 我们的明色都有了 物质的 硬体 然后我们要请好的老师来讲 讲什么呢 讲这个 讲那个 讲这个 这就是明色 这个明色 这一有的话呢 于是我们就要眼睛看着 漂漂亮亮 耳朵的音响要舒服 同时要有冷气 可以不热 那么这一切东西 六根的东西都要搁进去 于是我们这么样的 这一接触 用六根一接住 我们都感受到了 一感受到了 我们好喜欢啊 我们一喜欢 我们就参加了 一参加就有了 于是呢 温泉书院就成就了 生了 生出来了 温泉书院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慢慢慢慢的 他就老了 老了最后就结束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你从老死万上街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 这是阴 你从无明万下走的话 沿着走的话 这叫圆 所以这叫十二因缘 一共十二因缘 那么这个十二因缘呢 我们什么叫 叫无始啊 我们看那个中国的 义军的八八六十四卦 是不是 这六十四卦怎么排 原本 你从哪里管的叫提脸 哪里都可以做提脸 哪里也都不是提脸 因为这个提脸之前 已经有东西了 所以好比说 一阳复始的时候 那个是 这个 这个 地 雷复 这是怎么样 这是怎么样呢 是伯极了 一定要富 然后呢 匹夷了 太就生出来 所以永远这么循环的 所以佛家一弹出无始 我们中国人 有意经的根底 对 是无始 所以无明 是无始的烦恼 从来就有这烦恼 这个烦恼在 怎么会来的呢 我们将来假设 有机会 讲《楠元经》的时候 会告诉我们 这个无始的无灵 从哪里来的 那么你行的话呢 你就依照过去式的 这些烦恼 即使你造了上恶业 我们带着这些来的 我们都说 要小孩子最天真 有时候小孩子很残酷 小孩子所要的 这是我的 于是 他要吃 要喝 要据为所有 别人的东西 他喜欢 他就拿走 拿来 抢来 那么 在这些东西的话 这个都是 从 过去生的孽力 带到这来 这一个 我最重要的 这个孽力 于是让他 这个烦恼 于是带到今生来 又开始造很多孽 这就是心 那么是呢 是依照过去式的这孽 那么 你来受胎 你知道我们受胎呀 头一呀 这个 这个人叫什么类的 就是说性心理学 德国的这个心心理学家 对 对 他是说 一切都归于性 其实释迦摩尼那时候早说了 我们之所以受身 是什么缘故 当我们在中阴身的时候 我们看到男女二根交构 于是呢 我们这个迎面一动 就入胎了 当你这迎面动了 你是看到男根发生了爱 入胎变成女孩子 你看到女根 你动了心 爱 你就变成男孩子 所以我们从小有练父情节 练母情节 同时也有很多乱伦的事情 这些事情都是过去的孽阴 所以这一个东西 一定要在色的方面 是腹筋 母暖 但是在明的方面 这个孽式 是我们自己的孽式 我们假如没有这迎面的话 我们不会入胎的 所以释迦摩尼说的非常坦白 众生皆以迎面为生死根本 所以真正要修的时候 为什么密宗有第三观点 这个很难修啊 到最后末后劳关 把这一个迎面去掉 这要费很大的功夫 所以我们说 情不重不生缩波呀 情你不重不会生到这个缩波 你的银不断不生净土 你这个银面不断的话 西方去不了的 所以我们可以不可以去西方 完全看我们能够不能把这个念头断 否则的话 因为那边是莲花脱生 莲花化生 不是腹筋母血而生的 所以这一个世 是依着过去世的这一些烦恼 灭力来受胎的 然后呢 明色呢 是在胎中 我们的心 我们的身 受到这一个 慢慢受到母亲的这个意识 母亲的营养 而我们成为 所以释迦摩尼的入胎经 清清楚楚 说我们在娘胎里头 七天一变 七天一变 而且很妙的 母亲一切中都影响我们 过去一会儿 没关系 那么 在胎中呢 娘 胎教关系非常之大 从前人家认为迷信 现在知道 连母亲爱喝酒 爱抽烟 都影响胎儿 是不是 所以在古时候 周文王周武王 我们现在称人家称太太 实际是怎么样 是周文王的母亲叫太任 周武王的母亲叫太乙 这两位太是周朝的开国的祖母 所以我们恭敬她 称为太太 现在太太也不过瘾了 还要叫夫人 这样子的话呢 于是他们两个人怀胎的时候 自己一直都怀胎了 眼睛不堪乱的 耳头不听音声 这个坐着是正正的 躺着也正正的 心里头完全想的都是正经的事情 就是叫胎教 于是生出周文王 收出周武王来了 所以 这一些 我们受父母 受母亲的这么多的影响 我们在里面 每七天一变 七天一变 当这个七七四十九天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四肢也有了 各方面也有了 我们在娘胎的四十九天 跟猪在猪的妈妈的肚子里的 那个形象差不了多少 我们读生理学 我们都看过 是不是 小猪的那个胎 跟我们在娘胎很相似 慢慢慢慢就不同了 那么 这时候呢 我们接触到 好比说像 婴幼儿 并没有分别痛苦 我的管理是谁的 我要我就要 那么等到我们 知道小孩就要接触 你给一个手指头 给个婴儿 婴儿就立刻抓着你 他假生什么的话呢 他不是咬他的指头 就是把他的大目 脚指头塞在嘴里头 他总要接触东西 总要把着一个东西 所以出生的婴儿呢 他婴儿要抓 要抓 等到我们老了 等死的时候怎么样 你们看过子人吧 两个手都打开 只要一活下来 要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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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一死的时候 两手空空 所以 婴幼儿 就要接触 那么 接触了以后呢 就瘦 当小孩子六七岁的时候 就开始怎么样了 慢慢分别了 那是男的 这是女的 男孩一定要排斥女孩 女孩一定要排斥男孩 这个东西 分别心就开始了 分别心开始了 苦乐就有了 婴儿的话 根本没关系 我饿了我就哭 我吃饱了我就睡 非常简单 那么到了六七岁 整个就完 这就瘦 那么等到你再大了十六七岁 春星发动 于是你开始爱了 这时候 事情就多了 所以我们管着 听A 是最难管的这一段 他开始爱 于是 这个很强很强的碍欲发生 这一个碍欲发生了 于是取 开始取了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先是车子了 女孩子了 这一些东西 零排的衣服了 什么东西都要取 取了以后 于是因为一爱 所取的烦恼 就开始发生 就作孽 这时候呢 明争暗斗 巧取 强舵 都来了 这样的话就造很多的孽 然后呢 你自己就都有了这些东西 有了这些东西呢 有了并不代表成功 有代表的烦恼 我们有了这些东西 我们都以为有钱的人 钱越多越快乐 并不 我们认为 这地位越高越快乐 也并不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自己多平安多快乐 那么 在这时候 当你 因为爱 取而争得的这些烦恼 那么 就定 你未来的 灭力 慢慢 慢慢的 我们 用现在的业 定未来的受生 人 劳心 劳力的 吃得多 用得多 你也老得快 于是 我们就老 我们 当我们 老了以后 我们生病 病痛多 最后怎么样 人应该活一百六十岁 我们 现在 祝福人家 长命百岁 我们自己 杀死我们自己六十年 你就是活一百岁 谁杀我们的 我们自己 暴饮 暴食 欲念 各方面 于是使我们 老死 所以 无明 跟行 是过去 荷叶的 原因 为什么有无明 为什么要有行 是我们过去 前生的荷叶 让我们生下来 就有带着这个来 那么 是 跟受 这一个五个样东西呢 是现在的果 我们就有这样 我们长得 为什么这样子 我们为什么 心里头 有的聪明 有的笨 跟过去世 都有关系 同时跟父母 也有关系 当我们 选择父母的时候 你知道 儿女跟父母 这关系很妙的 常常会 怎么样 我们 我们 刚才说到 当我们受生 是看到男女 二根 交 交构 这男女 二根 不一定是人 可能是猪 狗 牛 都可能的 你跟他的 聂力相近的话 这个 吸引力 很强 就进行 所以我们牛胎 肚子里 都可以去的 所以我们常说 喜欢 太喜欢狗 太喜欢猫的人 要留神哦 因为这个 聂力太近了 当我们在 中阴身里的时候 你看那狗 公狗跟母狗 在交构 好可爱 两个狗 你不知道 它是狗 它进去了 进到狗胎里 所以很危险的 那么 这样子的话 这就是 现在的国 爱取呢 又是 现在的因 我爱 所以我取 所以我有 我现在在造因 然后呢 老死 就是 未来的国 所以 我们知道 这个以后 过去 没有开始 未来 也没有 开中 结 终结 这个就是 一直的 永远 不停的 跟一个轮子一样 轮子都是圆的 所以我们 管这个叫做 轮回 永远 无始 无终 在轮回 轮回 还不是我们永远 做人 轮回 六道 天 人 阿修罗 地狱 恶鬼 出生 释迪 释迦 摩尼说 我们 能够 做人的话 他抓起地上 一个土 跟向阿南说 我们得到人身 像我手中的这一把土 我们在下三道轮回 地狱 恶鬼 轮回 地狱 恶鬼 畜生 轮回 好像大地的尘一样 我们地狱 恶鬼 畜生 我们都取鬼 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 所以人生难得呀 所以知道这个以后 我们知道 没有一个人主持我们的因果 真正主持我们的因果 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不要问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也不要怨天 也不要尤人 所以学佛难 是我们自己负责人 没法求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忙我们 能够知道这个以后 我们知道 这个就叫做因缘 这就叫十二因缘 这是佛悟到以后 为了生托子 而能够悟的 这一个 把这个明白了 而能悟到的 我们称他为原诀 没佛的时候 不是受佛的教 而能够由这样的话 悟了生死的 因缘的 我们称他为辟之佛 因为听到佛法而悟了 十二因缘而悟到 我们称他为原诀 所以这个 今天我们就说 先讲了 十二因缘 这是佛的理 最基本的一个 然后我们下一次 再给诸位讲 四圣辟 也还是都是故事 诸位听着 不觉得太干燥吧 这是完全讲故事了 是吧 很好 我们讲到这为止 刚才 今天到九点 那还早得很呢 好 所以我在那赶 我们七点半开始了 是吧 对对 好 所以 从无名到老死 这叫流转门 流转门 流 流动的流 转是转变的转 因为你 从无名义开始 就是行 事 流入 住 受 爱 取 有 生 老死 越来越下 越来越下 跟这个水 是在这流下来 释迦摩尼是为了了生 托死 出家 所以他怎么样 返回头来 这叫做 还灭门 从老死 万前 追追追追 为什么我会有死 老死 因为我生了 为什么生 因为我有 为什么有 因为我取 我为什么取 因为我爱 为什么爱 因为我有感受 你怎么感受来的 我是接住 你为什么接住 因为我有六根 你这六根是什么东西 一个叫明 一个叫色 你为什么给它分别 因为我有事 你这事怎么开始的 因为行 为什么要发生 因为无名 于是你这一下 追上去的话 于是我们 释迦摩尼 后来相分 根本无名 跟之末无名 于是这一说的话 头一个我们学佛 把无名取掉 所以 一个是阴 一个是圆 一个是流转门 一个是幻灭门 那么 这个就是顺一观 顺了生死的观 烦恼灭 是它的因 爱取 这个就是缘 老死是果 那么 你假设要是 逆了生死的观 你必须用正会 做你的因 行做你的缘 涅槃是你的果 所以 我们 释迦摩尼 悟了道 他所先了解的 这一个十二因缘 都是因果 因果 因果 就十二因缘 就分三段 全是因果 所以佛家 不谈主宰 不谈主宰 不谈自然而然 都是因果 还有因缘 普通呢 我们说因果 因果是重的 时间的 有这个前因 就有这个后果 但是在这因果的中间呢 有因缘 这个有没有这个 写过吧 这个因缘呢 头一个 就是因缘 第二个 就是增上缘 所缘缘 写得到吧 有啊 然后呢 所缘缘再有增上缘 然后等无见缘 这一些东西呢 我们就拿我们在娘胎里来说 我们没有当初这个 一面一动的话 我们不入胎的话 天下就没有我了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面一动 我们入了胎了 这个一 这一个是头一个是因缘 主要的因缘 然后我们在娘胎里 要靠什么呢 要靠腹筋 母暖 结合我们的意识 而成胎 这个腹筋跟母暖 就是我的所缘缘 那么这所缘缘呢 还不成啊 你还得母亲怎么样 要有增上缘 我们母亲的身体里的概质 母亲的血 母亲的所有的养分 我们从她那儿吸收 母亲的智慧 母亲的知识 我们从她那儿吸收 母亲的一切习惯 我们得都得承受 这是增上缘 帮助我们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等无渐缘 你不能够 母亲不能说 我怀了你 我休息两天吧 太累了啊 你就变成死胎了 知道吧 一定要等无渐 平等的 平 同等的 不会间断的 一个花 开始 也是这样 这一个花 一定要有先有种子 种子的话呢 这个就是因缘 然后呢 你必须要有给她一个 或者土里头 或者水里头 或者空气里面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所缘缘 那么你要不停的给她土 给她土壤的肥料 给她水 给她的阳光 这就是增上缘 然后呢 这个阳光啊 水分啊 这个什么东西 不能够缺的 只要她一没有 差不多快什么 就赶紧增加 然后这朵花才能开出来 这个花开出来了以后 于是 她的种子 可以 开出很美的花来 这个花 开以前 花在哪里 花泄了以后 花到哪里去了 在这朵花开以前 没有花 这个花泄了以后 也再没有了 人生也就是如此 所以释迦摩 你了知了生死的根本以后 我们不但了知了 而且要了脱 了知是理 了脱是事 所以佛家里头 不仅要讲理 而且要讲事 所以我们 知道菩萨怕因 我们众生了老怕果 我们去找人的看相 算命 干卦 我们都问的是什么呀 不是问过去的事 都是问未来的事情 未来的事情 在谁的手中 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你问自己好了 你去问那些 什么这些 因为我们都会变的 我们这个说 所以说人说 三日不如不读书 面目可憎 语言无味 你三天不念书 脸都变了 面目可憎 语言也无味了 三日不读书是因 面目可憎 语言无味就是果呀 对不对 所以你问什么 我们知道这个理后 知道 霍夫们为人自找 都是我们自己负责任的 摄迦摩尼 有了三个大臣 亲戚 这个他这个母家 两位大臣 五个大臣 跟他说 你去 你们去 把我儿子给我找回来 儿子要找不回来 你们也不要回来了 于是这五大臣 有什么办法呢 无可奈何的就去了 于是陪着释迦摩尼 就一直的跟他参访 大雪山 就看到这么年轻 长得这么漂亮 一切都是世间 所有最美好的事都有了 他都放弃了 这么样苦行 我们比他 我们牺牲的太少了 对他生出非常恭敬 非常佩服的心 到后来 不是因为王命 王的命令 他跟着他走 而是心悦成夫的 跟着太子苦修 可是一看 他修的一半大雪山 他不干了 他们五个人就跟着去了 一去一看 哎呦 又受牧羊女 又要洗澡 还有受牧羊女 吃得这么乳酪 哦 他们摇摇头 不成 他退转了 可是他们已经修上瘾了 我们自己找个地方修吧 于是他们呢 就不理释迦摩尼 自己就到鹿野园去修去了 鹿野园也有个故事 这一个鹿呢 是鹿野园呢 是所有的野鹿啊 都丧 都是聚集在这一个园子里头 当年呢 有一个国王爱吃鹿肉 于是呢 他一出去打猎了 就是拿剑了 这些武士们呢 就杀死很多的鹿 这个鹿呢 你这吃 这个你就是腌起来 这个肉也会坏呀 于是鹿里头 你有个领头的 这个鹿王 这个鹿王呢 就跟这鹿商量 他说呢 他杀了我们很多 他又吃不完 我们去跟他办个交涉 好不好 就跟他说 我们呢 你大概 多少天需要一个鹿 我们呢 就按照字序呢 就把这条鹿送过去 他吃完呢 我们再送一个鹿 于是这个鹿王啊 就去帮外交 就跟王说 我们可以不可以 这么样办法 就是说呢 我们轮值 我们把都挑好了 他们是用什么方法 不知道了 反正就是一个一个的 送到那去 这样的话呢 你永远有鹿肉吃 而我们的鹿呢 不是成群的死 国王一听 这个方法很好 说好吧 于是就他们鹿群里 他们呢 就依着次序 就送一条鹿去 到有一次呢 该一个母鹿去了 这个母鹿已经怀了小鹿 于是母鹿说 我是应该我去了 但是这是一尸二命啊 我肚子里头还有小鹿呢 那么有没有人可以替代我去呢 人是人能够拖一天就拖一天 是吧 谁愿意来替代呢 没有人替代 鹿王说 站好了 我去好了 既然都没人娶他去 于是鹿王就去了 这个国王说 怎么你来了呀 他说就说这个母鹿这件故事 这国王一听 大为感动 从此以后不吃鹿了 于是就把这鹿呢 防备别人 侵害他们 就搁在鹿野园里头 搁在鹿野园里头呢 所以这个鹿野园的来 就是这样成立的 这个鹿王是谁呢 就是后来的释迦摩尼 谢谢你